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一節天氣小劇 今天我們想講的主題就是關於 澳門和香港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首先我們講講關於澳門的熱帶氣旋信號 澳門的1號風球,即是熱帶氣旋的戒備信號 表示熱帶氣旋中心正集結在澳門的800公里範圍內 並預計該熱帶氣旋將會影響澳門 澳門的3號風球,即是代表受到熱帶氣旋的影響 澳門的持續風速檢証或預測將會達到每小時41公里 至每小時62公里,陣風約達每小時110公里 而澳門的8號風球,即是代表熱帶氣旋繼續接近澳門 澳門的持續風速檢証或預測將達每小時63公里 至每小時117公里,陣風有機會達每小時180公里 而8號風球,劃分為8號東北風球,8號東南風球 8號西北風球,8號西南風球 風球的指向方向為未來數小時內可能的風向 而澳門的9號風球,即是代表熱帶氣旋中心正進一步接近澳門 澳門的持續風速已經達到每小時63公里 至每小時117公里 而且現證或預測將會顯著加強 而澳門的10號風球,即是代表熱帶氣旋中心 會在澳門附近掠過 澳門的持續風速、現證或預測將會達到每小時118公里 或以上,而且伴隨猛烈震風 現在我們就講講關於香港的熱帶氣旋訊號 香港的1號界被訊號,即是代表有一個熱帶氣旋 集結在香港約800公里的範圍內可能影響香港 而境外的離岸海域可能會吹強風 而香港的3號風球,即是代表香港近海平面處 現證或預料會普遍吹強風 持續風力可能達到每小時41至62公里 震風可能超過每小時110公里 而且風勢可能持續 而訊號發出後的12小時內 香港的風力將會普遍加強 離岸海域或高地,風勢更加可能達到烈風程度 而香港的8號風球,即是代表香港近海平面處 現證或預料會普遍吹烈風或暴風 並從訊號西北、西南、東北、東南所視方向侵襲 持續風力每小時63至117公里 震風可能超過每小時180公里 而且風勢可能持續 而香港的9號風球,即是代表烈風或暴風的風力 驗證或預料將會顯著加強 而香港的10號風球,即是代表風力 驗證或預料將會達到巨風程度 持續風力每小時118公里以上 震風可能達每小時220公里 我們下一集將會講講講關於港澳的暴雨警告系統 請大家多多支持,拜拜!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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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